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乃戲脫膨的戲劃不是第一次 對全球股市早就利空鈍化了 所以禮拜一 我當天給你一個策略 就只有一個 逢低減便宜 禮拜二 台股昨天上漲90點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回檔 今天台股最低又跌了120點 我的策略都沒有改變 今天的回檔修正 再度給你一次低期的機會 今天很多檔的個股 我看到它跌不下去了 我還特別叮嚀我們會員 加碼 買進 做股票要懂得逢低買 難道你要等到禮拜五 川普跟習近平說 我們兩國還是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等下禮拜股市衝出去 你才要去追高嗎 不要再犯了追高殺低的毛病 切老師的反市場操作 你也很清楚 我會喜歡在大盤跌的時候 告訴會員做買進的動作 今天什麼股票 可以加碼 今天什麼股票 可以買進 跟緊一點 你真的要跟緊一點 這一檔神盾 二月底做兩次短波段的價差 203到22 20塊錢 21接回到22 大概11塊錢 兩檔就將近30塊錢 第三檔的操作 神盾賺一個股本的 237買 282賣 這樣一買一賣45塊錢 前面三次的爆出力加起來大概80塊錢 那接下來第四次的操作 到今天為止 目前還是015 完勝 四趟的操作 沒有一次有落差的喔 所以4月15號神盾賣在282 當你看到跌停板的一個神盾 你怎麼看待他的後事 29號 神盾跌停板249.5 當天哪一位分析師 敢分析神盾的後事 以及他要給你一個操作經驗 但沒有 你找不到這種老師了 因為股票市場上 贏家總是少數 少數贏家的看盤的一個水準 跟多數的輸家絕對是不一樣 所以神盾打到249.5 跌停板 我還特別告訴你 留意那個禮拜的買點 而且我當天告訴你 隔天急殺跟我買 隔天30號有沒有急殺 殺下來的過程當中 只跌了247以下就買進買回 我賣在282的 接回在247的 差了35塊錢 高檔會賣只跌一個神盾 247做接回 接回之後當天賺12塊錢 收259 5月2號禮拜四 殺到249.5 離我的買點247 差2塊錢而已 我說賣壓不中還會再漲 跌停板那天我告訴你 接下來隔天急殺 我準備接回 5月2號殺到29.5 我還告訴你賣壓不中還會再漲 很清楚的分析 賣壓既然不中的一個情況 神盾253新會員再度的低接 這當天的看法跟操作 隔天呢 隔天漲到幾塊錢 隔天5月3號漲到266.5 那禮拜 川普的言論 讓台股重錯了199點 我說不要怕這個利空 當天神盾又來到249 我當天一樣告訴新金會員 站在買方 逢低成績 不要怕每次的回黨 如果一黨個股的支撐 守住 停損點4號 沒有跌破停損點以前 再度的逢低成績 禮拜一大盤重錯 站在買方 禮拜的神盾來到264 昨天是不是很精彩 今天神盾 是不是又有回黨修正了 今天神盾最低來到252 前面兩次的一個神盾回黨 都打到249 今天台股盤中重錯了120點 神盾竟然沒有跌到250以下 竟然最低只有252 代表他的支撐已經越墊越高 代表神盾他已經跌不下去了 所以今天按照我給委員一個策略 神盾253再加碼 今天台股盤中跌了120點 我為什麼說再給你一次機會 今天成量收到1000億左右 下沙沒什麼量 不然你在怕什麼 武青龍是給你照顧 該加碼跟我買 該買進的也跟我買 所以今天一個神盾 最低就是252 250以下看不到了 所以10點17分告訴會員神盾 支撐已經越墊越高了 25以下再加碼買進 利用台股今天重錯了120點 神盾25以下再加碼 10點17分力神盾股價在幾塊錢 253你再度的對此對價 253我進去再加碼 從我247接圍的一個神盾 有兩次再250以下 今天已經看不到250了 所以253直接再加碼 尾盤收幾塊錢 收259.5 我現在今天台股盤中 重錯了120點 你千萬不要把買點當賣點 你千萬不要把買點當賣點 難得川普又在亂放話 才讓台股有這樣重錯的機會 從9319到現在為止 哪一天台股跌掉了200點 或是120點 這麼多頭的行情 受到莫名的利空 盤面被壓抑 那是你的機會 那是你低金的機會 所以今天神盾 你不要跟我說你又賣在最低點 我今天在加碼 這個位置到收盤價 你今天現買現賺6塊錢 這種今天台股尾盤 是跌63點 做對動作 跟對了 相信這個行情 對你來講 要賺取利潤不會太難 包括昨天我告訴你 一檔股票 第一季營收新高 我這檔股票 基本面品質的保證 安心跟我買 安心跟我買 是不是 昨天這檔股股出現 晉級的新天亮 形態二突破了 昨天當然可以買 昨天這檔股票 叫做8016的矽創 很精彩吧 我這檔股票的基本面 有形態 有量價 昨天你跟我買 可以收在一個相對高點 昨天矽創最低133 收盤138.5 形態一突破當然可以買 買了之後往上衝高 重點是今天台股跌了120點 看清楚 10.01分的細創 基本面的分析 今天 細創的股價表現出 絕對的抗跌性 大半在台 他有台嗎 跌不下去了 所以告訴我們138.5附近 大膽加碼買進 10.01分 經過一分鐘 你們看到 02分 我把股價印下來 就是138.5 那你138.5附近 買得到嗎 加碼得到嗎 保證一定成交 這我今天的動作 因為我發完coaching之後 還有比138.5更低 這邊還來到137附近 你有沒有看到 我一盤140.5 也就是說一檔股票 基本面如此的量力 昨天形態突破買了衝高 今天趁大盤重做120點再加碼 再加碼尾盤又收高 今天的細創很精彩 昨天是不是形態突破 買了衝高 今天回測這一道叫支撐 對不對 壓力轉換變成支撐 今天這個位置 測試這一道支撐 所以今天做的加碼動作 昨天是買進 我準備轉波段 就是如此的明確 所以這個行情難嗎 這樣是用心選股 我以前的股票基本面那麼強 所以今天台股盤重跌了120點 細創它也跌不下去了 神盾它也跌不下去了 所以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賣 這樣股票 第一季營收年成長近一倍 很精彩的一檔機油股 跟昨天的細創一樣 出現近期的新天亮 一亮先架型概念 它當然還有高點 它當然會衝出去 所以今天在這個形態 剛突破的位置 你跟我買 先來會員 這檔股票我們今天買了 有沒有賺超過半根 台股今天是跌120點 說完是小跌60幾點 開低走高的跡象 今天這檔個股 基本面那麼漂亮 成長將一進一倍 又出現新天亮 亮出來你要怕什麼 趁著大盤重做買了 收相對高 今天買了賺超過半根 明天如果它繼續漲 我就公開 有時候清老師會把股民蓋起來 目的原因就只有一個 保護會員尊重會員的權益 但清老師絕對不是無中生有 至少我有給你看完整的K線 我有給你看量價 我有分析它的基本面 這樣昨天細創也是一樣 難道你看不清楚嗎 有沒有基本面 有沒有K線 有沒有量價結構 絕對不是像人家立可憋 掀開就是掌停板給你看 那種無中生有的 變把戲的說法 你現在還在相信嗎 清老師的解盤風格 秉持著誠信堅持的一個原則 不只出一支嘴 對不對 自己發發的賤 用心帶會員 就是希望我家族會員 每一個在今年度大多數行情 能賺盡量賺 有波段行情 你還在客氣什麼 你在做短線價差 能賺盡量賺 你以為每年度的行情 台股都可以像今天 這一波的行情挑走 順風才有辦法撒倒去 順勢操作 你可以試辦公佩 你不要逆勢操作 你會自毀前程 這盤你認為是多還是空 我問你 你認為是多還是空 多頭行情它怎麼可能一氣反轉 我問你 包括美國盤也是一樣 美國盤 科技股走空了嗎 美國的道瓊 走空了嗎 走空了嗎 這種支撐都是越墊越高啊 支撐越墊越高的盤是叫多方 多方格局 急殺找買點 回檔看支撐 很簡單的一個操作建議 所以你看一下這檔台虹 上禮拜四 一樣出現新電量啊 像是選的股票 有基本面有量有籌碼 形態突破買了就會衝上去 所以今天這檔股票 你認為會不會衝上去 會不會衝啊 台虹有沒有衝上去 上禮拜四的台虹 出現1萬多張的新電量啊 我介紹的股票 量大好進出又好賺 是不是 上禮拜四的台虹 我不是讓你買在42嗎 這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啊 買在42 當天亮燈可以賺半根 上禮拜五又大漲7.5% 禮拜大盤中錯了199點 台虹不跌啊 不跌需要賣嗎 所以禮拜二 台虹又大漲5.8% 四個交易日19% 將近兩成 就從上禮拜四到昨天嘛 那今天台虹呢 逆勢上漲 摸得不好它連漲5天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一檔股票 剛發動的位置 你來跟我買幾乎是低風險啊 沒有浪費到你的任何一個時間 因為買了就直接往上走高 不然大盤有回檔 它還是往上走高 當然啦 我再度提醒你 不要追高金老師的股票 你要就第一個時間來跟我卡位 那是一個聰明的一個手法 所以這波的行情 如果你還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你對未來趨勢架構 搞不清楚方向的 我希望你直接加入金老師的行列 這樣比較快 就一樣再回到節目現場 歷經多次萬點與空投 積極拜訪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補局 透析大膽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景動築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帶盡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真名追求財貨路上的良師益友 蔡老師入會單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刻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精心著作 蔡老師投資操盤新法 彩色青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是讓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力氣 藝術在手受用無窮 蔡老師入會單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早日 阿鎚哩啊 這個不是為我笑得很開心 對啊 因為看到阿公每天都很開心 我就參加政府基盤的瓦棠這麼出味喔 卡1966就有照觀眾緣會來賓國啊 如果真親切 他們的照顧也讓人很感謝 你看 政府對老人的負負很多傳喔 好 英文到節目裡現場 這一檔景德 我們第一波段的操作相當精彩 買進加碼 往上做減碼 今天回檔修正 可不可以站在買方 看清楚啊 跟緊一點 好不好 賺超過一股本的出量型態又突破 4月9號的景德買在261 22號275再加碼 再加碼 5月2號305賣 完整的操作流程怎麼買的 261 怎麼賣的 305 基本單一買一賣44塊錢 加碼單275到305 這樣也有30塊錢 落貸 這個完整的一個操作 的一個流程性相當完整 從貸進到貸出完整的分析 沒有漏掉任何一天了 所以高檔有賣 禮拜大盤重做了199點 景德殺到273 我說下黨有支撐 我會跟你講過嗎 基本面沒有改變啊 長多了回黨 回黨是不是要看支撐 所以禮拜一我已經告訴你 景德下黨是有支撐嗎 昨天禮拜二我來跟你預告我會接回啊 我會接回啊 是不是 今天要不要接回 今天大盤重做了120點 我跟你的策略就是很務實 大盤重做一些個股跌不下去的 今天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買點跟加碼點 所以整個景德看清楚啊 9點33分 來到相對低檔支撐 272附近接回啊 當作經過一分鐘股價271.5 你去對時對價 利用大盤今天重做120點 僅得272機會 昨天的預告 我會做執行的動作 哪一位分析師 會把一檔股票 準備做進場的動作 請說我去比方 你敢找我這塊分析師 看我的節目很過癮啊 但你要懂得聞香下嘛 不要在那邊場外觀賞 靠近親吼老師一點 我才有辦法拉你一把 不然你離我那麼遠 我真的會愛莫忍住啊 所以昨天就告訴你啊 錦德我會接回啊 今天呢 按照昨天的一個策略計畫 做執行動作 272接回啊 我賣了幾塊錢 賣了305的啊 今天272啊 這樣差了33塊錢耶 高檔有賣的 今天呢買回張數更多耶 這是你跟我合作的一個好處啊 靖老師的操作就是如此明確 第一檔買高檔 我一定會帶你出 第一檔再回到自稱的位置 做卡位的動作 做接回的動作 是不是 我有沒有說到做到 你知道嗎 知道我來說 我會接回啊 今天做執行啊 結果呢 今天會賺7塊錢啊 收盤僅得279啊 如何低進高出再低接 你如果在股票市場上 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你英文不輸 你不會大賠 因為你低檔會買高檔更懂得出嘛 你能賠什麼 你所受的一個風險相當有限 就怕你整天接收到錯誤的資訊 就怕你的一個執行的策略面 是追高殺低的 靖老師的資訊到底有沒有價值 你以為選景的選矽創 選台銅這些個股 我是隨便選一選嗎 今天要戲選耶 萬中選一耶 台股一千多檔股票 哪些個股有基本面 未來有成長性的 這些本來就在我的口袋名單了 一旦買點浮現我就帶會員進場 一旦賣點該解碼高檔 我一定帶你出場 所以整一個操作 你只要掌握住一檔個股的 波動循環的高低點 你知道它的低點高點在哪裡 你就知道什麼時候該買 什麼時候高一賣嗎 是不是 靖老師可以讓你借這種地方 就是我會把基本面 強勢的挑給你 買賣點一樣 付諸在你一個操作過程 該賺利潤你一定有辦法賺得到 對不對 該避開的風險 你一定有辦法避得開 這檔陽明光 3月12號 三天轉折形態突破 買在85塊半 買完之後隔天開始漲停 連續兩根漲停 高點12減碼這樣41% 沒有錯吧 減碼完之後 4月16號 回檔修正來到99.7 整理13天只跌了 我告訴你 下週看漲 我仍然看好陽明光 我會投影領域 獨佔一個市場 所以當天有沒有告訴你 接下來下禮拜看漲 30號95買 5月2號97點再低接嘛 看好一檔股票 低點要不要買 這是想當然耳的事情嘛 只怕低點你不敢買嘛 殺下你敢買嗎 殺下你敢買嗎 你有沒有看到 楊明光我縫低成接 都在平盤之下接的耶 我不是5月3號 上禮拜五亮燈 才帶會員去追耶 千老師的操作 跟其他人的操作手法 哪邊不一樣 看到集長去追 人性的一個弱點嘛 追到就準備殺低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 當禮拜一大盤跌了199點嘛 你有殺低嗎 如果你追高 你可能會殺低啊 但是如果你是 跟千老師 站在同一個陣線的 99點機附近 看漲當然可以買啊 接下來95 殺大平盤以下可不買 接下來上禮拜四 殺大平盤以下的97點 可不可以再做地界動作 這都很清楚的脈絡嘛 齊老師 是有人力幫會賺漲停 賺波段的分析師耶 買了兩次之後 禮拜五不是亮燈了嗎 是不是 所以禮拜一的楊明光 回檔我看漲啊 今天楊明光 又來到98.1了 你有沒有看到 亮縮回測低檔支撐啊 我當然還是看漲啊 殺不下去耶 明天會不會往上走高 拭目以待 好不好 這兩太碩 散熱模組的 營收大幅度成長25% 股價回檔 來到57.3了 跌的時候告訴你找買點 這千老師 你給他手舉火嘛 是不是 接下來橫向整理五天 11月9號開高走低 殺到58.4 這天是投票沒有最擔心的一天 我告訴你 強制整理還可以再買 這五天 你都可以買在相對地檔 我什麼時候解碼 上禮拜四 泰塑沒辦法過高 64.8解碼一半 禮拜五確定沒辦法過高 62.5以上賣出剩餘半支股 保證一定都賣得掉 你如果沒有跟我賣的 禮拜殺到58.6 昨天殺到53.7 今天一個泰塑 盤中下殺取量 盤中下殺取量 最後收在一個相對高 如果你手中剛好有泰塑的 或是有其他散熱模組的 你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歡迎你來找我 或是你跟錯人 只會帶你去追高殺低的 也歡迎你來找青藥老師 因為青藥老師是高出在低階 這是青藥老師的反賞操作 所以未來的行情 再聽一遍 不要等到禮拜五 川普跟習近平說 我們還是坐下來好好談 然後下禮拜股市衝出去了 你下禮拜再追高 盤還沒衝出去之前 來跟我布局 安全 可靠 絕對有波段利潤了 昨天這一檔細創 型態突破了 出量 跟我買 收在相對高點 138.5 今天這一檔細創 我利用台股跌了120點 138.5再加碼 收盤 140.5 買進加碼準備賺破斷 如果賺取一檔個股的破斷 行情跟上來 跟緊一點 昨天還有一檔個股 每月一收延長兩位數字 對不對 我說他在收斂型態的末端 他隨時準備衝出去 今天台股中錯了120點 他有跌嗎 他跌不下去 他跌不下去 有沒有看到今天紅K棒 昨天是不是這一根上影線的 今天 是不是中場後 我連買兩天 今天跟我買的 有沒有現買現賺 即將衝出去的這一檔 大波段的個股 親老師一樣再度的邀請你 趕快做記憶卡位的動作 如果還要認問題 需要幫忙的地方 真的不要客氣 趁著盤還沒衝出去 來跟我合作 絕對是明智之舉 明天見 創意題台 精彩運通 成都股 蔡老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败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正名追求财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感谢 0800-868-365 0800-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必须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感谢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的车啊